国内疫情三级警戒延长 防疫第一线人员如临大敌 为了体恤第一线防疫人员坚守岗位 为民众健康把关 王大夫一条根在9号 特别准备100倍的养生手摇饮品 制证给金门医院 期盼透过健康消暑的饮品 为第一线人员加油大气 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停止 然后我们就是准备来做一些 所冲的手摇飞 手摇的手摇飞 赠送给我们现场的医护人员 在总经理王建顺和公司同仁们的合作之下 用一条根搭配枸杞、洛神花、菊花等中药食材 再加上当地的蜂蜜浸泡热水一段时间之后 加入冰块 经过雪克杯摇晃之后 一杯养生饮品就出炉了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养生饮 还有补元气的一个手摇杯的一个饮料 把那里面的一个味道给它冲淡出来 还有它的一个中草药的一个属性也挥发出来 让你再喝进去之后能够马上吸收 我们公司本择一些比较功德 还有一些做一些社会企业的一个责任 然后就把一些中草药的一些补元气的一些做法 就放在我们的手摇杯营到里面去 因为我知道在医院里面病菌都会非常非常多 而且医护人员整天都在医院里面 都穿着一些比较厚厚的衣服这样防疫 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就用一些补元气的手摇饮的一个中草药的一个饮料呢 给他们去喝 让他们就是喝完之后元气满满充满活力的每一天 这也是我们王大夫一直以来的品质的一个做法 做手摇饮的做法都是融合一些中药师 还有一些营养师的一些配方 然后再搭配一些我们西门在地的一条根 我们有一条根的洛神花杂 一条根的一个红枣菊花等等 这方面就搭配金门在地的一条根 还有一些果醋 还要用一些金门的一些当地的一个蜂蜜下去做调配 全部的是一个食材 该用金门在地的就用金门在地的 然后把这些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再跟台湾的一个原始产品牌 来做一个手摇杯的饮料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结合 我相信这方面也是金门的一个首创 然后第一步我们就是一直在做付出 给我们的第一线的一个医护人员 我想这方面的话 对他们是希望有加分的一个作用在 有感于防疫第一线人员的辛苦 闷热的防护衣之下的衣服是湿了再湿 因此特别准备100杯补元气的 1855原始手摇饮品 提供给金门医院医护人员 让他们喝了之后元气满满 为金门防疫持续把关 其实我们一直秉持着就是刚刚所讲的一个社会企业责任 哪里有需要我们去支持的 我们都会愿意去支持尽自己的人力 然后我知道在机场的一个第一线的一个防护人员 在做快筛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包着满满满的一个防护衣 也觉得应该也会觉得很闷热 然后一整天的精神的可能也会有一点恍惚吧 那我们想做下一步的动作也会到机场去做一些赞助索摇杯饮料 让他们一样就是补充元气 那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慢慢来补充他的一个活力 让他觉得有精神 也谢谢我们所有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在这个疫情当下能够站出来 为我们的金门把关做快筛的动作 除了赠送金门医院之外 对于机场的防疫第一线人员 近期王大夫还将前往治症养生首摇影 慰绕防疫第一线人员的辛劳 也期盼透过自身的行动号召更多企业 加入支持在地医疗的行列